如果他离婚,王思聪坦言愿意为他放弃不婚主义,考虑结婚,但直到今天,王思聪都没能等到这个机会,他曾通过一个出租车司机,发现了自己男友出轨,闺蜜的证据,一开始他还不相信,直到他用闺蜜的生日打开了男友的手机,他才不得不相信,这样狗血的故事居然发生在自己的身上。 他就是曾自爆家里一瓶香水,能在北京换一套别墅的齐薇,齐薇凭借选秀节目《我行我秀》出道,出道之初,他和袁承杰组团出道,凭借一首《外滩十八号》打响了自己的第一炮,但歌手这条道,他走得侃侃可坑,后来他决定去当演员,出演了电视剧《无懈可击之美女如云》,原本这个角色轮不到齐薇,但当时导演提出一个条件,让很多女演员望而却步。 最终,齐薇答应了这个条件,才出演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部电视剧,齐薇曾在节目里公开表示,自己的恋爱官对国籍,身高,甚至性别都不设限,正是因为这个不设限的恋爱观,他才被人叫成七哥。 当时,主持人曾小心翼翼地问过齐薇,是否有过这样,不设限的感情经验,齐薇坦然承认,有过,而这段不设限恋爱的对象,正是齐薇著名的《非文》音乐, 齐薇当初答应了导演什么条件,才对以出演人生中的第一部电视剧,他的《非文女友》又究竟是谁?